在我们的仪式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来见证一下他们二人 从相识相爱的过程 一起分享他们的幸福时光 注意了 请看大屏幕 你别着急 别着急 别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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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 李莫她有家有老婆 我肯定不会跟她在一起的 你干嘛的 说谁呀 我真的越想越生气 你干嘛的 她现在还玩消失 我打她电话她都不接 原来她是要结婚的 不行 不行 如果我看见她 我一定帮她代谢发款 你别乱走啊 别乱走啊 别乱走啊 李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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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这都是路 别放了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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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搞 快快快 让她关掉 快 关掉 快 关掉 关掉 我跟你说 这全是误会 这 爸 我 怎么搞 管谁叫爸呢 管谁叫爸呢 关谁叫爸呢 消息消息消息啊 你怎么来了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她 她 两个星期前 还是我的女婿 还是她 三年前 也是在这样一个场合 她曾经信誓旦旦地对我说 要对我的女儿好 要一生一世地爱我的女儿好 现在 大家全看到了吗 我的专业是研究鸟类的 鸟类在繁殖季节 就开始求婚了 华丽奇鸟 会发出像照相机快门一样的叫声 来吸引死鸟的爱护 小白鹿 会长出纯洁婚纱般的事与 告诉此鸟 自己已经准备好 凤头蛇骨 不惜采用搅斗的方式 来向自己所爱的鸟 展示自己的强大 园丁鸟不惜盗窃 搜集蓝色的剑材 把自己的窝打扮得漂亮亮亮的 告诉自己的此鸟 会给她一个温暖的家吗 而犀鸟呢 会采用给此鸟喂食的方式 告诉此鸟 今生今世 都会如此周遭地照顾她 面对婚姻 鸟类尚解如此 而我们人呢 丁拉 你太过分了 别拉下去 不仅欺骗了我们 别拉下去 还欺骗了姓齐的姑娘 现在又欺骗这位一位 这样子 这全是误会 不用解释 你解释是吧 这 我要跟你解释 我愿 披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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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是个骗人的骗子 别说了 小心 小心 没事没事 来 试试 我就送到这儿了 既然吴女士 不想再追究你们 扰乱婚礼现场的事 这事就这样了 还有你 背后动作伤人 最该拘留你 这成不了一家人 就是仇人吗 对不对 好在咱那徐女士 愿意跟你和解 回头啊 好好跟别人道个歉 还有这个医药费啊 该多少的 都得赔给人家雷先生 是是是 警察同志 我一定端正态度 认真道歉 行 就这儿 大哥 对不起啊 那个医药费我一定给你送过去 不用了 我想多活几年 我永远 不想再见到你 小致 我 走吧 小致 走吧 來 李沫 好 小致 不是 我敢再救命 别闹了别闹了 别闹了 很好玩 不好意思是吗 她去哪儿 你以为是在帮我吗 你就是现在接我的伤疤 阿嬷